疫情期間 米蘭時裝週主要在線上發表 也有品牌選擇實體方式 將2021年春夏男裝秀搬到戶外 現場貴賓戴著口罩 觀摩久違的時裝秀 品牌希望以重新設計的表演方式 傳達積極訊息 模特兒在樹木和棺木丛中穿梭 搭配音樂家現場演奏 戴著口罩的貴賓 拉開距離坐在花園小鏡旁 觀摩意大利時尚品牌ATRO 2021年春夏男裝的最新設計 7月15號 米蘭四季酒店的花園裡 碎水小鏡成了伸展台 觀眾坐在草坪區 涼亭裡傳來陣陣月音 為這場時裝秀增添些血 大自然氛圍 表演開始前 兩位設計師基恩·埃特羅和維羅尼卡·埃特羅 對著天空的無人機鏡頭揮手致意 表演結束後 也沿著走道向觀眾致線 他們認為實體時裝秀才是最基本的表現方式 疫情期間 米蘭時裝週大部分在線上進行 但ETRO與杜加班納兩個品牌 選擇以實體方式與觀眾面對面互動 杜加班納在同一天稍晚與米蘭南邊的 羅札諾一所大學校園內 展示了102件2021年春夏男裝 觀眾多數來自意大利 全都戴上口罩 人數約200名 較正常時期的500名少了許多 意大利美商少年在草坪中央露天舞台現場現創 摩托爾在四周走秀 完成台步後再回到草坪 彼此間隔一公尺做靜態展示 最後 設計師東美尼科杜爾賽和斯特凡諾加班納 戴著口罩現身致意 這場時裝秀傳達了回歸實體的積極訊息 也希望時尚活動能夠在9月份恢復正常